聽到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二百週年的彈神 我記得馬克思有一句說話 他很喜歡一個德國的智人海烈 他就說 我播的是隆重 但收獲的卻是跳棕 就是說 阿哥 你說別的樣子 完全是離開了 他會說社會主義 那社會主義是什麼 馬克思說就是自由的人的聯合體 所以他今天就說自由 他抄輸 因為這個是黃沐寧寫給他 而他一腳牛舌 根本都不懂這些 不過很簡單說 馬克思在上面看來 知笑的笑 我來講一句說話 劉華是不是自由 由他自己講 由他出來跟傳媒講 由他出來去買菜 去看電影 去買書講 現在在哪裡啊 用不止他啊 郭醫生講漏了 他還帶著劉輝啊 他的弟弟啊 他想想劉曉一筆個人 跟著會搞到劉華 有時候他的弟弟判11年 經濟犯罪 他被太過離譜放出來一會兒 現在還有劉輝啊 阿哥 所以 我問習近平 當一個女人 喪了夫之後 他竟然說 以死抗爭是最容易 沒什麼所謂 現在抗爭最容易 就走死了就行了 他說這些說話 聽到都心酸 人家以死抗爭來拿自由啊 習近平 你快點死去享受你的自由 掌天國的自由 去劉馬克思啊 習近平早點去劉馬克思 好 真是理光了 立即釋放落下 立即釋放落下 立即釋放落全張 還留下自由 習近平快點去劉馬克思 習近平快點去劉馬克思 習近平快點去劉馬克思